用的 昨天我回市長 今天我們要去哪裡吃 他說他帶我去一家24小時的店 而且想吃就吃 那就是小七對吧 市長說才不是 是一家他很常去的24小時的火鍋店 竹北哪有24小時的火鍋店啊 太棒了 小火鍋 市長你的口袋名單裡面竟然有小火鍋 為什麼今天會帶阿帕來到這個 鍋湯會 因為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因為在我們淳北地區 你晚上要吃一下會幾乎沒地方吃 它這邊除了鍋內的這個價格很 實惠很頻繁 那麼重點是它附屬的這些東西呢 非常的多 包括現在看到的王子麵 這是我最愛 那今天我又發現新的 新的喔 它又多了一個 它的滷味寬麵 還有它的特色還有一個 所以我剛剛正想講 向上乳酪飯 這邊的冰淇淋是讓你吃到爽 吃到爽吃到飽 對 冰淇淋 而且是名牌的 名牌的冰淇淋 所以包括咖啡 包括它的果汁 它的冰沙 它的冰沙是我的最愛 重點是要乾淨東西也好吃 對 講那麼多 我覺得我們來先吃一口看看 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個味道怎麼樣好不好 來來來 好 我點了這個是麻辣鍋 你的還沒開啊 開開開了開了 我先喝一口旁邊的湯 OK 因為我知道俗話有一句話是這樣講的 湯先喝再吃飯了 不是湯先喝再吃飯 跨湯頭 細紙的腔 然後衣絲的方 廚師的湯 湯頭如果好的話 基本上呢 菜怎麼樣都不會煮太糟 對 對不對 我先喝一下湯頭看看 而且我剛剛其實 偷吃在你們講的時候 吃一口它的香草滷肉飯 現在大家來 我跟你講 這種通常有時候都隨便做做啦 滷汁給大家免費搭的嘛 不會花太用心 可是呢 你看香草滷肉飯 我剛剛淋上去偷吃了一口 聞起來那個香味就不一樣 感覺出來不是隨便的 所以我現在先來喝一口湯看看 好 麻辣的我喝起來 也是可以順口的 不會是那種 喝不下去的 對 你就喝不下去 我每次都是 到時候又把泡麵拿進去煮麻辣鍋 外道真的超棒 對 麻辣鍋加個網子麵煮下去 對 難怪你可以吃四包對不對 沒有啦 今天只有吃兩包啦 然後吃一點冬粉 因為冬粉是 這一趟來才新加的 你才看到的 之前我沒看到冬粉 今天有看到冬粉 那麼 然後 以前我是 飯吃的比較少 今天一定要把飯吃完 所以 今天這一餐就是 我覺得中午餐 等一下我們就看市長 不能浪費食物對不對 是 沒有錯 我們要 著量使用 一定要把它吃完 對我這樣盯著你把它吃完 沒問題沒問題 是不是傳說中的食量真的這麼好 沒問題 因為 太炒啊 變成太炒了 所以多吃一點 真的 吃到吃到 因為豬肉吃起來是 非常的甜 真的非常的甜 我覺得市長講到一個重點 你齁 這家店我們竟然看到 生意非常好 流動量非常大 所以那食材基本上 我覺得也不會放太久 對不對 食材的流動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情況下 就會保證食材怎麼樣 新鮮 一直很新鮮 沒錯 以我們一個正常人的食量 你假如說 把吃得比較多的 再加上泡麵 再加上這個 香草滷肉飯 你說怎麼會吃不飽呢 所以我推薦的 是希望說 我剛講的 CP值一定要高 對 一定要衛生 然後服務要親切 而且它種類也很多 按照每一個人的口味 你可以去挑你想要吃的 對 小火鍋 吃蛋應該也餓了 我們趕快出門的時候 或是半夜晚上肚子餓的時候 這邊最重要一點環境舒適 然後時間什麼時候 餓時四十 想吃就可以來 肚子餓就來 好不好 肚子沒餓 經過聞一聞 你就餓了 就可以進來吃了好不好 說不定 就會遇到市長 我等一下 一定把這些東西全部吃 一定要轉 對 我要開始點 市長有沒有全部吃完了 OK OK 好 那就 歡迎大家來好不好 我們用餐 慢用慢用 吧